大藤最好的选择 水能载舟 亦能负舟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皇帝吗 如果他胆敢有所懈怠 我既是再杀他也不迟 放下也好 也许吧 虽然是有些不甘 但是我知道 眼下他才是大藤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你也知道我还在这里 留在洛阳不是最好的办法 大藤的边境边坏一平 我打算去大漠看看 那就与我同行吧 我来中原也有一段时间了 不知应事如何 是时候回去了 听秦老他们说 今日就可以启程离开洛阳 这么快 二位 我与官府拿的过锁 市区北方的士族人家 一会儿还请二位 以兄妹相称 千万不要出错 有赖亲老安排 兄长 我们启程吧 小妹天资国色 还是戴上这个 不要被贼人看去了为好 算 师父 这人 老神仙 这洛阳还真小 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 看来我们师徒缘分不前啊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为何不在洛阳多待几日 不不不不 听说宫里要召见我 那要是把我扣得太医署 那可就麻烦了 不不行 我得赶紧跑 哈哈哈哈